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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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又歡迎回到我們的玩電動人 我是任哥哥 最近啊 是很久沒有看到我們在做 街友訪談這種節目 我們現在來介紹我們店裡的 大卡之一 那我免不了在跟他訪談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火力展示一下 什麼叫火力展示呢 就是展示他的車 那我先從前面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的車啊比較特別 他就是幾乎都是做黑化 就是能黑色的他一定都黑的 包含他的卡鉗也是黑的 那你看他的前叉大魚工廠的 GO35 ROLEMBO的M50卡鉗 那像前面的碟盤 我們店裡主推的 HSC的雙邊浮動碟 鯊魚工廠的鍛造輪框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螺絲 索滿了 藍色的 這可不是杜泰螺絲喔 是正泰螺絲喔 所以我說前面就可以讓你買一台 新的COGORO了 原則上這台車只要鎖得到螺絲的地方 跟螺帽的地方 全部都是PORTITE的 正泰螺絲 包含你裡面看不到的一些什麼馬達支架的螺絲啊 其他無的無的螺絲 他全部都是換PORTITE的 那他的大燈 阿拉波羅頂級款大燈 新興的流水式方向燈 新車記錄器 我們二系列主推的小瘋音 巴豐特的正泰拉桿 AEM的油杯 凱瑞斯的貫座 搭配我們GOWALK的正卡夢把 他連握把套都使用巴豐特的握把套 天使快充 黑準的最高階的手機支架 搖臂一定都是首選 FACE搖臂 避震器呢 就是我們鯊魚的X2避震器 你買鯊魚X2就已經夠扯了 你還給他貼鈦片上去 傳輸系統呢 是我們LMG的皮帶子 那他選的是我們的樹系列 會選到樹系列 不外乎是要他的造型跟顏色 但是他還是選黑色 狂 凱瑞斯的車牌上移 那他也是選黑色的 你看看 看到他的配件類 他其實蠻支持我們的凱瑞斯 他不論是罐座 還是側牌上移 跟厚土土支架 都是使用凱瑞斯的 維登 他也是選最狂的 BREMBO的DNC大螃蟹 太宏利的調整支架 這也是正太的 他全部鎖在上面 輪框的部分 他也是選用鯊魚工廠的厚框 那同樣的 他也是把該補的螺絲全部都補滿 狗窩的椅墊 喇叭他也有改 你看他的開關在這邊 他也有裝 那我們接下來要訪問的就是 他的主人 究竟是長什麼樣子 大家肯定很期待 他這個可以花了這麼多的預算 在改造他的車 打造出屬於他自己風格的車 那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我們的車主長得是怎麼樣吧 那我們緊接著就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小鈺 跟大家打個招呼 你好 我是小鈺 問一下喔 通常你 你願意花那麼多 預算在你的車上 可以問一下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嗎 我目前是在我家工作 擔任我爸的助理 所以你家是開銀行 不是不是不是 也是做CNC加工的 懂懂的 你是不是現在單身對不對 對目前是單身 所以你今年幾歲 今年應該跟任哥差不多吧 98而已 那我大概17吧 這兩個老人到底在公三小 這17歲的車有嗎 可以 操練一下 那我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想要騎電動車 是什麼原因讓你買這台車 一開始我也是騎油車 然後油車也是改蠻多東西 然後後來就覺得 電動車好像在路上也是蠻街跑 然後我就覺得 還蠻時尚蠻Fission的 那你不會不習慣嗎 因為它沒有聲音啊 油車的那個電教師跟我講說 那種車跑不快 那種車不習慣啦 你應該騎不習慣之類的 後來買回來之後 會覺得其實也還好 那你有覺得它跑不快嗎 一開始有 現在還是有吧 現在還是有 你不是三分子都在碎念說 我的車會不會快一點 車會不會快一點 車會不會快一點 那你家人知道你有花那麼多錢 在升級你的車嗎 還是他們不會管 他們只有看我的四輪而已 他覺得二輪就差不多這樣而已 四輪可能一個輪全部一樣 就好幾十萬這樣 所以他們其實是不太會反對你 玩車子的啦 也是會啦 我媽媽比較會 都會加減碎念一下這樣 一定會碎念一下 對對對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來我們玩電動呢 改車 第一我是看到Facebook就是有在打廣告 第二就是朋友的介紹 你有朋友也來過我們店裡 對對對 這麼敷衍的對答 後製要怎麼撿 你知道你 來這裡啊 是 總共花了你多少錢嗎 你說那台車 對那台車總共升級 花了你多少錢 其實沒有認真是算 不敢算 你為什麼要逼我啊 如果認真算的話大概 有50吧 花到100的時候也以為自己只有花50 對 花50的時候還是覺得自己只有花50 這樣子 差不多收2萬塊 對永遠都收2萬塊這樣子 沒錯 你買這台車啊 你最遠有騎到哪裡去過 有跟你們計師騎去武嶺 武嶺喔 啊是不是貼車回來 欸 我記得你是在那個 有新的換電站的時候去的 對 這樣子還會沒電嗎 如果真的要公到頂的話 我的電量真的不太夠 還是不太夠 還是不太夠 所以你快到頂的時候 也有前車這樣 欸沒到前車就是 你們計師幫我推這樣 幫我推車 那就是沒電了吧 剩大概8% 8%電量 邊騎邊推你就對了 對邊騎邊推 然後邊騎邊開那個回衝 所以有那個換電站 上得去但是 可能會 下不來 還是會比較痛 有啊下來應該可以 一路回衝下來吧 我那天 差點要打給你而已啦 差點要打給你 後舊車 你下來就對了 對下得來 這距離貨車會先拋錨 那你有參加官方的車距 有 那時候剛先車的時候 2018年 有去參加那個自立連線 那是我第一次參加 好玩嗎 就還蠻無聊的 就看妹啊 這樣子而已 所以妹很多嗎 妹超多 妹車超多 超多妹子 真的 一定要去參加 好沒問題 所以想要認識妹子的 騎電動車準沒錯 我必須要替你未來的女朋友 問一個問題 假設你接下來的女朋友 如果抱怨你改車 要你把車拆賣 那你會把車拆賣 還是把女朋友拆掉 我應該再買一台新的 都不要改這樣子 放在家這樣 對放在家裡展示 對我現在沒改了 這樣子 騎出門家裡轉彎之後 再去前台改 就換下一台車 兩全其美的辦法 所以你女朋友如果 不喜歡你改車 最快的方法是什麼 你知道 你就是再買一台原廠車 放在他面前給他看 那你要出門 你要自己騎車 你就去轉腳牽引 那台改裝車 就沒有問題了 你會很想交女朋友嗎 我覺得隨緣 隨緣喔 對 我覺得隨緣 合照都不交 未來的女朋友喊話說 我有一個很強的能力 什麼能力 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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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如果說有想要認識小魚 其實他很常在我們店裡出現 尤其是在他下班後 可能下午晚上的時候 他就會來晃一晃啊 聊個天這樣子 你出沒的店 應該都是我們的青海店 比較多對不對 就青海跟精神比較多 一臉正驚的說幹話 我們也就兩間門市 他其實在這裡認識 蠻多客人的 都會問他說 升級了這個啊 有什麼不一樣的點啊 還是什麼 他其實都很樂於跟他分享 就是這個東西升級完了 那對你的車到底有沒有感覺 那你如果對於我們的小魚 還有任何的疑問 或者是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他的話 你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方做留言的動作 我相信這部影片他會親自回覆 或者是來到我們的玩電動員門市 說不定你運氣好 就可以找到他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再見